現在人啊 因為工作壓力大 然後步驟很緊湊 常常就會聽到很多的人說 他的肩膀就是硬的跟石頭一樣 然後脖子也痠 腰也痠 然後這個時候呢 最好的方法就會去找醫生 去瞧一下 瞧一瞧回來呢 過兩個禮拜呢 他又要去找醫生去瞧一下 這怎麼辦呢 沒完沒了 其實這跟飲食有關聯 因為如果說你酸性的食物吃過多的話 其實是會造成你的身體的筋骨 這個活肉部分會不太好 但是呢 當然也有自我保養的方式囉 今天我們會提到的 民俗療法陳佑憲師傅 他不但要來跟我們分享 怎麼樣吃 吃得健康 更要教我們怎麼樣可以自我保養 讓你呢 好好照顧你自己的身體哦